亲爱的家伙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缺尔哥,今天您个真得饶了 昨天晚上缺尔哥去赶海,抓了一些摩尔罗 这个是最大了啊,多大都有,个头不统一啊,就抓了三个大的 这种罗呢在我们当地啊,叫猫眼罗,也有的地区叫海奇罗 也有的地方啊,叫香罗,它名字很多种啊,地域不同,它叫法很多 这罗呢已经吐完泥沙了啊,这种海奇罗,在我们当地啊 尤其农家院,一到夏天晚上旅游的游客非常多 海奇罗,酱土豆,这道菜呀,基本上桌桌必点 鲜香味十足,而且呢超级下饭 冷水,咱们把海奇罗放锅里边,把海罗先煮熟 水烧沸之后,咱们把锅边的浮沫打出去不要 然后调上小火,把海奇罗煮熟 然后,准备两个切丸皮的土豆,把土豆一分两半 然后呢,顶刀切厚片,厚度大概在一厘米左右 看一看,可能这么厚,朋友们啊 然后把土豆投洗一遍,把它表面的淀粉洗下去 大葱从中间片一刀,然后斜刀切成葱花 生姜准备一块,切成片 大蒜准备四半,轻轻拍一下,把大蒜拍裂 八角放一半 这两根辣椒的起不到辣度,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腥核味的效果 海奇罗下锅水消费,改成小火,煮过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行啊 把海奇罗煮熟,然后咱们把这个海奇罗肉取下来 用筷子也好,用什么也好啊 慢点的啊,把它的环都取下来 然后这硬皮是不能食用的啊,硬皮要去掉 海奇罗的环是可以食用的啊 哪会不能吃烹门呢,看见了吗 海奇罗头下方的,下边的这个内障 这地方是不会食用的啊,咱们把这块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把,然后再洗干净啊 海奇罗头洗干净之后,咱们把这个个别大的要改一下刀啊 这大的也从中间切一刀 把锅充分溜透,咱们放点猪油 尤其咱们做海鲜类菜品啊 放猪油那它能有效的去腥蒸腥 然后先把八角放锅里边啊 把八角先炸腥 八角下锅炸至20秒 看见了吗,八角稍稍有点膨胀的状态 咱们放入葱姜蒜 把六头一定要炒腥啊,多炒一会儿 六头下锅再炒20秒 放入干辣椒 哎,把葱姜蒜呢炒粘味儿了 炒抽味儿了 这是这屋里边的葱姜蒜的味道啊,非常浓郁啊 然后咱们放入一勺生的黄豆酱 把黄豆酱的酱香味一定要炒出来啊 待会儿一定要仔细看 看出这个黄豆酱炒到什么状态啊 你只有把这个黄豆酱的酱香味儿彻底的挥发出来 它的酱香味才浓郁 哎,把大酱炒至油跟酱分离状态了 冒大泡烧烧烧有点要八锅的状态 这时就可以了 然后把海鲜螺放入锅里边 土豆也放锅里边 生锅边碰出10克料酒 挥发蒸香去腥 简单翻炒两下 海鲜酱油加入15克 提味着蒸鲜 13香放3克 增加复合味儿 加入清水 水跟食材吃平就可以啊 蚝油加入10克 提味增鲜 胡椒粉加入2克 去腥增香 味精2克 提味增鲜 黄豆酱和酱油 蚝油都有咸味儿 咱们精盐的一定要少放啊 加入1克就够用了 然后咱们先保持大火呀 炖煮一分钟两分钟的 把汤味儿先炖浓炖香 锅边的浮沫咱们往处打一打啊 然后咱们调成中火 烹饭鵝保持中火炖煮了15分钟 待会看一看 现在锅里边汤汁啊已经锁上不多了 而且非常的浓稠啊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出锅中盘了 临出锅之前咱们再放点芝麻香油 增加亮度和香味 然后上面咱们这炸的小绿松花 点缀一下色彩 海奇罗酱土豆制作完成了 这道菜也在我们海边的农家院 那是卖的相当火爆了 来旅游的游客桌桌必点这道菜 不仅酱香浓郁 而且鲜味十足 先尝尝这个海奇罗 海奇罗的口感感觉就是啊 特别好 尝块土豆 哎呀 这土豆都起撒了朋友们啊 土豆的口感软面特别入味 有同城的朋友们看到这条视频 哎 没事你赶海的是不是啊 捡到这个海奇罗 一定要按照圈哥的教程啊 在家里面试做一下 味道绝对是这个啊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能对您有少帮助 希望家长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